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呢 因为想过前天飞出去了 今天晚上她才能回来 现在是晚上10点钟 她大概还要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家 今天我们来玩把袋子 这个呢是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呢有一个袋子 袋子里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36D的夹熊 行了这个好厉害 好重啊像水袋一样 你是否因为 一马平川 遭受过歧视 你是否因为对方的特殊癖 而备受冷落 虽然现在平兄呢已经逐渐成为 一个新的审美标准 你经常问你的另一半 你喜欢大熊吗 他也会给你一个看似非常完美的回答 但是我寻思着 他心里肯定不是这样想的 觉得小莫在骗我的请扣1 觉得小莫说实话了请扣2 今天呢我就要穿上他 小莫回来呢我就告诉他我去龙胸了 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感觉做的还不错 他还有个那个领子 我去换一下衣服试试看 请大家记住现在的我 hello大家好 我现在都是穿上了这个东西 然后他是这样 这样看起来毫无违和感 对不对 所以他还挺服贴的 但是 瘦了所以又显得这个胸太大了 然后我平时买的衣服呢 都是家乡的或者小买的 所以现在穿起来就非常的 奇怪 现在有个比较突发的情况就是 我忘了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小马或者是 家小马 所以他的这个胸围呢 达不到我买的这个假胸的胸围 那我刚才已经试了很多衣服了 但是都塞进去 这一件唯一一件 就是超大马的衣服 正面平面图 好现在呢 是有一点点比例失调的 这个视角的话 根本就看不到下面的裤子 好绝望啊 我觉得这套衣服能看 好美感 好美感 为了让他 不要看到这个东西我带了一个 这个衣服 一只 Channel 三个半夜子睡觉 你吓人 我知道 你看你妈妈 搞的蜡像什么样子 低 intimidated 我真的聪了 你都聪了 哈哈哈 我真的聪了 我真的聪了 不可能 你跟两个气球怎么办 不是真的 我都摸一下 摸一下 哈哈 干嘛 我可以变紧的 我可以变我了 你怎么聪了 你怎么聪了 你看 哈哈 我吃一下 哈哈 哈哈 什么东西啊 干嘛 我聪了 好气啊 你是不是太喜欢 我好恶心 你是不是太大了 嗯 那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 我觉得你这样有点丑 你这样太恶心了 太大了 你有点反胃 你猜是什么 你是那个网上那种 是不是 我好热 我好热 我热死 我的天 不要 我跟你讲了 你不惊奇吗 我很恶心 你刚才想说 我没有 我才不想 你这样真的很 让人很恶心 别碰我 宝宝 我有点害怕 宝宝 宝宝 你转过去 宝宝 你喜欢大声吗 宝宝我 你抱抱我呀 感受一下 好恶心 我不敢感受 我已经感受到 我感受到 哎呦我好难受 哇他这还有震动 就带着这个 这也是因为他被我整个套 才套上来了 我好热 我这好高级啊 我也可以穿到这个 我真的可以穿到 你好恶心啊 你干嘛 今天这个整补 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业 我就是为了满足你一个心愿 满足我什么心愿 这个心愿 不是我的心愿 下面让小莫同学来猜一下尺寸 好吧 我可以感受一下 尺寸 这个尺寸 起码也是 F吧 是不是F 我觉得你要是猜对了 我就真的是在视频里说过去了 那是多个 3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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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D就这么大吗 我也觉得 我感觉就好大 我看到这样恶心的东西 我去 我去 我去好想赶紧睡觉啊 那你支持我去龙哥去吗 我不支持 为什么 因为我就喜欢你这样 刚好 好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虽然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整股视频 但是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拜拜 下期见 好 谢谢大家